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这是一道高丽菜炊饭 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 如果他想要做不同于白饭的饭 比如说咸猪肉炊饭啊 高丽菜炊饭啊 或者是野菇炊饭啊等等之类的 会不会很难 其实不会 你只要知道说 要怎么制作的那个步骤跟流程跟原理 像大家画面中看到的是 你一定要先把料 你准备的比如像看到的 虾米啊香菇啊这些菜类或肉类 先炒香 如果没有炒香的话 你全部混在一起下去煮啊 那个东西就会没有味道 所以要先让它融合 那这台压力锅很大的一个特点是 它可以直接煸炒 它有一个煸炒的功能 换句话说 你可以使用这一个压力锅来炒菜 或者是炒肉啊炒什么 这样子带去外面 比如说你要露营啊 或者是说 有需要在外面办活动的时候 要煮东西 这一台就很好用 这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 当然我的朋友 他们有在野外野炊的经验 所以他就觉得 这种功能是很好 那这边看到 我全部炒完之后啊 我就停止 因为我要转换另外一个米饭 就是煮饭的功能 它就会开始去倒数 一般来讲 它煮饭就大概四到五分钟 它时间就会结束了 然后你就可以执行手动卸牙 做吹饭还有一个秘诀 就是虽然我们平常的水跟米是一比一 但是做吹饭的时候 你水量记得要少一点哦 因为我们这些食材都会有一点点水分出来 接下来带大家看到的是用压力锅煮豆类 红豆汤啊绿豆汤啊之类 或者是阴嘴豆 因为这些豆类的东西本来就不好煮 但是透过压力锅的使用 其实可以更节省我们的时间 那也一样操作上就是按豆类 它就会开始去煮 那煮完之后它一样会跳到保温 这边再看到一个是蒸煮 它原来附的这一个烤架 我就很喜欢 因为它可以直接拿起来 那它也是有一个蒸煮的功能 所以我最近还蛮常 蒸南瓜啊蒸地瓜啊 或者是做任何你想要蒸煮蔬菜的都可以 那倒一杯水下去 然后按上蒸煮的这一个功能键就可以了 时间到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芋头跟地瓜都还蒸的蛮软的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接下来还有一个功能是煮蛋 我觉得这一颗功能我也个人蛮喜欢的 因为我以前都会煮水煮蛋起来 但是你就是要瓦斯炉要滚火不停的滚 但是这个就不用 利用这个烤架一次可以放六颗蛋 那我先示范就是先用两颗蛋来 那也一样放一杯水进去之后 我就按煮蛋这一个功能 它就会去煮了 当然如果要控制到比如说温泉蛋啊 或者是半瘦蛋半暖蛋 那个可能你时间上就要去减少 就要自己再另外去微调 但是一般基本的功能使用上都是没问题的 这一台有十个功能 所以大家都可以轻松的使用它 只要你知道你今天要煮什么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